美國對於中國大陸 施加的壓力是越來越大了 美國這個時候 它不只是它的五眼聯盟 它甚至要組成一個 復仇者聯盟 針對的就是中國大陸 因為你中國大陸 如果現在這個時候 我美國不制裁你 不壓制你的話 未來這個世界 可能被你中國大陸給控制 但說到復仇者聯盟裡面 我們看到 他把中國大陸 比喻成為薩諾斯 但是薩諾斯其實有六顆寶石 但中國大陸 還真的有那六顆寶石 看起來作為美國總統的川普 很有可能想在這一場戰爭當中 擔任美國隊長的角色 所以你看他想盡辦法 在亞洲這邊要找什麼 要找盟友 大家一起來 你跟中國大陸講說 你作為域外國家 你又不是亞洲這邊的國家 你在那邊搞這些事情 所以你看他到處去找 朋友的過程當中 你看香港事件之後 川普就直接開始出來 最近不是關閉領事館 甚至他也出來講說 我告訴你 香港 你不要以為說你沒事 因為美國在那邊 也有香港總領事館 他就說你香港要 接下來很可能要跟 跟大陸的大使館一樣 去享受這個所謂的同等待遇 這個當然不是享受這兩個字 他講的意思就是在跟他威嚇 跟恐嚇 他的打手 不能講叫打手 龐佩奧 龐佩奧他也出來講 他說現在這個時間點 是全球要聯手去改變中共 他的政權 然後甚至要對抗暴政 捍衛自由 不得了 現在要組成這個真的復仇者聯盟 來對抗大陸 我不知道川普是不是真的以為 自己是美國隊長 還是他覺得他自己是鋼鐵人 可是你把習近平比成說薩諾斯 這個老實講看過電影 就覺得說很特別 因為薩諾斯 那個時候就覺得他最可怕的 不是他的那個蠻力 是因為他有一個無線手套 無線手套上面有六顆 所謂的寶石 而且每一個寶石 基本上都有不同的功能 他就覺得說大陸這一段時間 好像其實他也有很多很多的東西 跟這個寶石很像 比如說我們就講那個靈魂寶石 你記得那個靈魂寶石 拿的時候其實要犧牲生命 要用鮮血 就你要把你最珍愛 那個最珍貴的東西 把它失去掉你才拿得到 所以在電影裡面 大家看到那個都覺得很感人 但問題是 你知道大陸在這一段時間 尤其在今年1到4月裡面 他不斷的在做一件事情 他對很多的國家 還有這個所謂 像全球155個國家 他不斷的去投資 這個投資的部分你知道居然達到 2350.8億 這麼多金額 這個單位是人民幣 他投了這麼多的金額進來之後 他試圖是什麼 他當然就說 你這個國家大概缺什麼 尤其在非洲這些地方 他把這個錢投進去的時候 做他當地的這個建設 你覺得這些國家 接受大陸這些資金的援助的時候 他當然就會挺大陸 對 所以有些時候 也不是怪說什麼 人家都不幫我們講話 因為其實大陸那邊投資這麼多 結果美國也看到了這一塊 美國最近也講說 沒關係 你莫山比克那邊 我也來跟你投資 說要投資四十七億的美金 他的目的當然也很簡單 你大陸到處去撒錢什麼的 我也來跟你搶 我也來跟你搶 這個當然是搶控制權跟操作權 另外還有什麼你知道 比如說我們就講到說 像是個什麼時間寶石 時間寶石很多人就講說 他那個時間可以逆轉 可以讓他時間倒退對不對 可是你光看 大陸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他事實上好像時間 對他來講都不是問題 以前大家覺得說 美國跟英國 應該是很早就開始發展 像英國工業化國家 都已經開發國家許久 早就已經做很久 可是你看大陸 近幾年的這個建設 真的是超英感美 有很多國家不做的 現在大陸都不斷的在做 所以大家就說 你習近平 這個很重要的一個地方是什麼 你知道 因為大陸的內需市場非常的大 你想想看 他如果不對外作為貿易的話 基本上他的內需市場 其實大到足以攻擊他的很多的企業 進行生存 你光舉一個例子 像英國 英國脫歐的時候 他雖然講說 我在歐盟裡面我也很慘什麼的 可是他脫歐之後有比較好嗎 沒有 其實沒有 他一樣面臨他自己內部的 所謂的內需不夠的這個問題 你內需不夠 你生產的東西也沒有人買 你經濟相對就發展不起來了 就只能想辦法看看 跟美國能不能有更多合作的空間 就譬如說像這個 我們就講說什麼空間寶石 空間寶石其實是 他不受空間的限制 你能做什麼都做什麼對不對 可是你又發現到 其實大家都有一個統計 講到說其實以中國籍的人士 大陸籍的人士 在全球其實幾乎都是華人 遍佈全世界 幾乎都是 你到哪去都可以看到中國人 現在大家可以看 就是說有1000萬左右的 不是在大陸出生的這些人 但是他們是有大陸籍的 他們在全世界散佈各地 其中在美國的部分 就佔了200萬人 而且這200萬人 對 而且你不要小看 你想說天啊 美國有差這200萬人 我跟你講 他們在美國裡面佔的地位 某種程度它會影響 譬如說你看畫面上面 說什麼在美留學生 那時候川普不是一天到晚 就講說我告訴你 你很多學校什麼哈佛什麼的 你那個大陸留學生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結果沒有想到 學校也出來抗議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這些人可以在 不管是在這些產業 或者在學校裡面 某種程度上面來講 因為他人夠多 包含到什麼 像你的靈魂寶石 你想說靈魂寶石 不是會控制跟操控你對不對 可是你像美國 你說像網路產業好了 大家就覺得說 美國應該是翹楚 你看他們做那麼多 網路的東西 結果有一個軟體出來的時候 打趴一堆 抖音 抖音現在全世界風行 抖音就打趴了 美國為了這樣才講說 他們所有人的公家機關 軍人 不准用 但問題是你看多少人 通通都在用這個抖音 而且你還有美國企業 就講說我們真的 對抖音這個有興趣你知道 像他泛大西洋公司 紅山公司 都說如果你這樣之後 抖音我們要賣 有要賣的話我想要去買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得到說 尤其像現在 你看最近最新的新聞 天溫一號不是已經發射成功了 而且大陸把那個 給放 把那個影片放出 它代表是什麼 過去你可以看得到 美國都在講說什麼 那個太空競賽是我們的 是我們的專利 你看它去年的時候 還成立太空軍或什麼的 結果這一次 天溫一號告訴你 我現在不是只有發射成功而已 我大概在五個月左右的時間 預計在明年二月的時候 人家要幹嘛你知道嗎 人家登陸火星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 當這些東西通通都起來的時候 難怪的這個大陸 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他會一直會覺得 讓美國覺得說 你千萬 盲刺在背 你那個問題都這麼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 大陸其實也知道說 你美國不斷的找這些盟邦 好 你到亞洲來找盟邦 我就去講 我去你中南美洲 我就到中南美洲去找你 像巴西什麼的 其實大陸他不斷的 給他很多的援助 包含到現在你可以看到 所謂新冠肺炎的疫苗的部分 也在巴西聖保羅那邊 給人家開始去試用 甚至他也提供了 這個所謂10億美金的貸款 給這些中南美洲的國家 我也必須講 大陸當然看準的是什麼你知道 就是你這些國家 你本來經濟上面就有些困難 你又拿不到多的援助 你美國不幫你的時候 我就從這邊進來 結果你知道這個 因為動作太大 現在連巴西政府 他過去扯一從 還沒有關注過大陸 現在居然在他國防報告裡面 把大陸 納入所謂的關注的對象 現在問題來了 你光看 我們看那個復仇者聯盟 到最後的時候是誰犧牲的 鋼鐵人犧牲了 對不對 東尼斯塔克他那時候 其實就自己犧牲了自己 之後把大家就救回來 你有沒有發現到最近 美國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你知道 在做什麼事 他不斷的把台灣往上拉 難不成 到了最後 龐佩奧他現在主要在講說 自由世界 自由國家 長期以來把台灣給邊緣化 你把台灣抹成這樣 我也老實講 你美國真的願意重視我們的話 我覺得大家應該會很開心對不對 可是美國很多時候 都是嘴巴講而已 你看上次也說要幫台灣 真的有事 他不會來幫的 不要說不會來幫 連提案都沒幫你提 其他友邦幫你提 美國自己都不提 我們的外交部還要出來講說 我們尊重人家 所以你現在想想看 你要把這個 中國大陸施之為 叫做這個薩諾斯 你說要一起對付他 那誰要當這個犧牲者 你覺得有可能是美國自己嗎 難不成 你說的就是我們台灣嗎 所以我們有時候 看看美國那些動作 看看他熱鬧是OK 你也是要進去看一下他的門道 對於整個川普來說 他現在有兩個非常重要 要解決的問題 最終的問題就是要追上 整個所謂的選舉上面 第一個 我現在如何能夠讓美國 所有的群眾們知道說 我們在針對 中國這個問題上面 我們是強而有利的 你們中國這些間諜 來到了我們美國 偷我們的科技 偷我們的疫苗 偷我們的財產 偷我們的智慧財產權 我要讓全美國人都知道 我川普總統 是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的 另外一個部分 川普必須要去有效的轉移 轉移什麼 現在美國人對川普 最不高興的一個地方是在於 川普總統 你在整個新冠肺炎的過程當中 你是處理不當的 你沒有準備醫療器材 你沒有準備口罩 你甚至於把整個CDC 疾病管制中心的預算 拿去蓋整個中情局的新的大樓 所以來到這個地方 川普的民調一切千里 但是這一次 關領事館的過程當中 川普的支持者興奮了 真的興奮了 對 所以下個禮拜 在各大媒體當中 對於川普的民調數字 非常非常重要 這個會在我們台灣時間 星期一的中午會開出來 如果川普來到這個地方 他找到解藥的過程當中 我認為關完休斯頓完之後 下一間就可能會關舊金山 所以也就是說 我只要關領事館 我就衝我的選情 目前來看的話 有這一個套路存在 為什麼 他關完舊金山完之後 如果選票在網上的話 川普的復仇三計畫就完成了 第一個 我利用關領事館的部分 拉抬我的選情 第二個 再來會有三場的總統 對總統之間候選人的 直接面對面的問答 三場全國演說 目前對很多人來說 大家都知道 拜登他沒有辦法做這個事情 所以第二招 後面會跟著上來 後面川普能不能夠後面 彎道超車 後面聽說還有第三道 第三道是什麼 其實第三道川普聽說 他有藏著一份資料 這份資料告訴著整個 拜登其實有老人自帶症的 用這個方式 這個絕招 對 他到時候如果列出了 這個所謂的一個醫療報告 美國人接受得了嗎 美國人可以接受說 我目前的一個總統 已經78歲了 他如果下一次連任的過程當中 是82歲 86歲 然後他還有這麼多吉他的疾病 但是我們要來看到就是說 當整個川普一拳中拳 打出去的過程當中 中國接招了 中國這次接招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們來看 目前其實有很多的領事館 駐華大使館當然是在北京 有瀋陽 有上海 有武漢 武漢目前沒人 因為撤僑 有成都 有整個所謂的廣州 為什麼選在成都 原來很多人都不瞭解 其實成都反而是重中之重 天府之國其實之前四川 是中國第一大省 一刀把它切成兩半 一邊叫四川 一邊叫重慶 可是這兩個地方加起來 有1億4千萬人 這樣的人口數這麼多 所以現在最大省分是山東 9800萬人 但是這個地方要吃要喝 消費能力強 所以美國的紅酒 美國的農產品 請各位不要忘了 四川成都人最愛是什麼 麻辣鍋 麻辣鍋裡面什麼東西不能缺 牛肉不能缺 牛肉不能缺 中國有這麼多的牛肉嗎 根本不夠 牛肉從哪裡來 從美國來 所以一招又一招 這個是經貿 請大家也不要忘了 四川跟成都這兩個地方加起來 四川成都跟武漢 現在是所謂的世界汽車之都 單單四川跟成都 這兩個地方 一年6千億人民幣的汽車產值 這麼高的產值 這麼高的汽車產值 裡面也有很多美國的廠商 所以來到這個地方 撤僑的過程當中 會不會對這件事情產生影響 這個我們後面要來看 但是其實後面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最近的Intel Intel最近開出財報的過程當中 立剛 7奈米 財報是好的 財報好的 那就沒問題了 但是來到這個地方 他談了兩個問題之後 結果股價在後面盤後狂跌 為什麼狂跌 第一個 他說我們目前7奈米嚴重落後 嚴重落後 目前來到這個地方 可能還要再拖半年 半年的就漏差差很大了 所以台積電的股價在整個美國 突然間往上做整個跳展的一個動作 但是第二個他又談論到 最近在整個所謂的外交大戰當中 成都我們目前在美國境外 最大的設計廠跟製造廠 就在成都 成都從理事館要被撤掉了 所以來到這個地方 未來包括了美僑 包括美國的工程師 誰來保護 所以因為這個問題 Intel的股價他也往下做跳水了 但是其實根據日內瓦公約當中 其實外交人員很辛苦 內瓦公約當中說得非常非常清楚 外交人員可以利用 他任何可以取得的方式 獲得的情報可以傳回水母國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說 其實哪個人是情報員 哪個人在做什麼事情 那個國家不知道嗎 他一定知道 他一定知道平常的時候 大家就情報交換 大家跟哥們一樣把酒言歡 可是如果當老大生氣的時候 當老大他的整個拳頭硬的過程當中 這些外交人員 他們就非常非常辛苦 所以剛才我們可以聽到 就現在來說的話 雙方已經要互關了 現在休斯頓的大使說 我們打死不退 我們絕對不退 現在全中國 現在成都領事館現場實況轉播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在看 你美國人會不會燒資料 第一個 美國人沒有燒資料 因為禮拜一的時候 就一定要關掉了 也限他72小時 現在就看 這件事情到底要怎麼說 但是我覺得 這些中國的網民很有趣 要盯著整個領事館 為什麼 絕對不能夠讓他們 把我們麻辣鍋的配方 跟整個大熊貓給偷走 所以來到這個地方 很多人用很嚴肅的方式在看 最重要的一個重點就在於 川普他的選舉民調 能不能夠有效的拉上來 而目前來看的話 川普這些支持者 他們有興奮 民調下個禮拜 如果有上來的話 川普的重拳 一拳接一拳